曹操 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第十七集 和袁绍分手 袁绍的临时根据地在河内 但他经常跑去酸枣和那些人大吃大喝 后来吃喝的也没啥意思了 就跑回自己的根据地 独吃独喝 曹操来找他时 他正和几个美女谈论古圣先贤 听说曹操又招来五千人马 顿时钦佩的五体投地 他对曹操说 哎呀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知道你有本事 咱们联手做出一番事业来 曹操说道 现在就有份天大的事业在眼前呢 袁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就说你还不知道吧 陶董联盟散火了 曹操大惊 就当曹操在丹阳和周新要暂住时 陶董联盟发生了巨变 袁绍子们一离开没坐东的人了 大家吃喝玩乐成了负担 所以宣布解散 不但解散 而且互相攻杀起来 沿州刺史刘代最先发疯 宰了东郡太守 乔冒 其他的太守和刺史们也集结兵力 准备和看不顺眼的人开战 各个势力之间小冲突不断 大家都忘了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董卓 董卓在洛阳城里看到这些人开始互相残杀 哎呦 乐开老二了 曹操气急败坏的对袁绍说道 你是盟主啊 你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呢 袁绍双手一摊 这我怎么管得了啊 曹操急火攻心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陶董联盟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散了 袁绍却一点都不感到遗憾 他仍然对曹操提起另立心地的事 曹操对这个根本就不感兴趣 只觉着袁绍脑子有问题 他不停的和袁绍谈论联合陶董的问题 可袁绍永远是顾左右而言他 一会儿说力量不够 一会儿说还没准备好 一会儿又说董卓这是恶人自由恶人魔 老天爷会收拾他的 曹操对袁绍渐渐失去了信心 可是他此时也发现 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讨伐董卓 他在河内和袁绍相处的这段时间 内心是痛苦的 这种痛苦只有在孙坚攻破洛阳 把董卓赶到长安之后 才稍稍得到了缓解 公元191年初 继曹操之后 又有人向洛阳城中的董卓发起了进攻 此人就是袁绍的合伙人孙坚 孙坚是今浙江杭州人 作战骁勇异常 在镇压黄金军叛乱之中表现突出 袁绍向中央朝廷表举他为豫州刺史 二人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袁绍后来和兄弟袁绍闹掰之后 和孙坚联手 由南向北进军 意图趁乱扩展地盘 而洛阳城非但是不错的地盘 还是个天下的风向标 袁绍为孙坚提供粮草 孙坚带领军队向洛阳进发 他的运气比曹操要好 居然攻破了洛阳 董卓不得不吸奔回长安 这样一件东汉帝国震动天地的大事 居然没有引起东方各太守和刺史的欢呼 相反 孙坚攻破洛阳之后 所有的军阀 包括袁绍在内 都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 袁绍最先发力 他知道就算自己去洛阳 孙坚也不会认他这个陶董联盟的盟主 于是他对冀州的韩复发起了进攻 韩复不能抵挡 袁绍就取得了华北平原的控制权 东汉帝国第一个大割据势力就此出现 袁绍是个半瓶子醋 但也有自己的主意 他最开始要另立新皇帝 现在有割据冀州就是明正 曹操算是看透了这个王八蛋了 但却又无计可施 因为此时他正寄人篱下的 有一次 袁绍愁愁满志的问曹操 说如果我们陶董卓不成功 你看何处可以作为我们发展力量的根据地呢 曹操在心里暗自呸了袁绍一摆一下 然后不动声色的反问道 你的意思是 袁绍大手一挥说 我南距大河北战烟带 兼领荣敌之众 南向已争天下 总有望成功了吧 曹操心里冷笑 对袁绍说 我如果是你就不会这样想 我的想法是 任用天下的英才 以正道驾驭他们 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 这样在哪里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呢 袁绍茫然了 他没听明白 曹操就给这个江湖脑袋解释道 说成汤起事于博 周五兴起于旗 其所以能成就王爷 岂是因同样优越的地理环境 若单纯倚仗显固的地势 则不能适应变化多端的客观形式 任何形式 如果没有人才的辅佐 那就不堪一击 袁绍好像听明白了 他反驳曹操说 那人才也要有平台呀 没有平台 人才也不能尽险其才 曹操说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人创造一切 这就涉及哲学问题了 袁绍不懂 他也不想懂 他和曹操谈这些 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曹操帮他成就一番霸业 曹操对袁绍的这种心理恨得牙根子之痒痒 如果那时他的力量足够强大 他第一个讨伐的肯定不是董卓 就是他袁绍了 曹操继续郁闷着 不知该何去何从 直到报信到来 报信在陶董联盟解散之后 到处张罗着陶董 可惜 他比曹操受到的冷遇还要大 后来他听说曹操在袁绍这里 就跑到了这来 曹操对报信的到来大为高兴 报信对曹操说 这袁绍不讨董卓 想自己称王 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乱子 说实在的 袁绍的所作所为 跟董卓没两样 你现在若要制约他 力量不够 不如回到黄河以南去 静观十遍 等条件成熟了 再来收拾他 曹操想不到别的办法 只能同意报信的意见 问题是 现在他那点兵马已经不完全属于自己了 自从他来到袁绍根据地之后 袁绍就仰起了他的部队 他要是把这支部队擅自拉走 于情于理 那都不好 正当他烦门时 机会敲开了他的门 机会是由乱世创造的 延州刺史刘代 干掉东郡太守乔茂之后 派了自己的心腹王公担任东郡太守 这王公倒霉透顶 上任不久之后 其辖区内就爆发了以白绕为首的黑山军武装叛乱 王公无法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 临阵逃脱 弃城而去 袁绍惊喜地发现 这是把势力触角深入延州的大好机会 所以就和曹操商量 让曹操去评判 顺便占据延州 曹操兴奋的直蹦 立刻带着他的曹家班抵达东郡 他费寝忘食的在东郡追赶白绕的主力 终于在濮阳和白绕相遇 双方决战 经过一场恶战 白绕惨败 曹操顺利的占领濮阳 袁绍得知之后 当即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 这个时候 东郡还没完全收复 白绕兵团仍然占据着东郡大部分地盘 不过曹操已经很满意了 他把郡制设在东武阳 决心靠着袁绍的力量 彻底恢复东郡的秩序 公元192年 在补充了兵力之后 曹操开始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扫除东郡境内的黑山军 他的目的很明确 要做就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东郡太守 远在长安城里的董卓 也准备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彻底扫除帝国内的反抗力量 很多人都认为 孙坚能攻下洛阳 证明董卓的军事才艺低劣 但这显然是低估了董卓 这位董胖子把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战场 他不是个好对付的人 孙坚能攻下洛阳 主要原因是董卓对洛阳并不重视 他先前之所以待在洛阳 就是怕那些反抗力量联合到一起 后来他发现这群人是乌合之众 而且又互相打起来了 就觉得待在洛阳没什么意义 恰好孙坚来攻 他不想把部队浪费在洛阳 于是就撤出洛阳回到了长安 当时东方的各路军阀 已经开始自立更生 准备在乱世分一杯羹 董卓对皇帝刘邪说 你看看你们刘家养的这些奴才 关键时刻谁都不搭理你 还是我对你好 给你吃给你喝的 刘邪咬牙切齿到 是还是你好 得知东方大乱之后 董卓派出了大将牛斧 统兵东出 再派前几个将军 李绝郭四张继各率兵团 分三路出击 攻向了正在中暮集结的陶董联盟 董卓的力量开始从长安不停的输出 蚕食着并不团结的东方军阀 等于说现在几乎没有人直接面对董卓 所有的太守次使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保住自己的管辖区 并且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从前的陶董联盟成员 现在和董卓成了一路货色 开始不停的扩张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 曹操也不例外 不过他和别人不同的是 他扩张巩固自己的权势是为了东汉帝国 这是正念 念头对了 事情也就差不多对了 燕宇说做对的事一般不会错 表面上他虽然还和袁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而且甘心做袁绍的下级盟友 但在心里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必须和袁绍彻底决裂 公元191年最后两个月 一个人的到来 让他这种想法更坚定了 这个人就是后来曹操的谋主 巡裕 曹操之后之所以能宏图大展 巡裕鞠躬之位 巡裕是影川影音人 年轻时就被名士圈评点为王左之才 也就是帝王师级别的人物 他相貌严肃 永远给人一种苦大仇深的印象 他和曹操一样 也曾经被推举为孝连郎 做过小县城的行政长官 董卓进洛阳之后 巡裕干脆就辞职回家 董卓大乱天下之时 他却投奔袁绍 袁绍虽然待他很好 但他却找不到归属感 因为在他的眼中 袁绍不是个帝王之才 所以他这位帝王师 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后来曹操来到河内 投靠袁绍 巡裕就暗中观察他 发现这个矮胖的家伙 是个潜力骨啊 曹操之后去了东郡 很快他击败黑山军 又被袁绍任命为 东郡太守的消息传来 巡裕就迫不及待的 跑去了曹操呢 曹操对巡裕并未深刻了解过 但两人一谈之下 曹操大喜过望 说你啊 你真是我的张良啊 这说明曹操当时 潜意识的就把自己 当成了刘邦了 乱世之下 各种声音都是要称王称霸 曹操自然也不能免俗 巡裕就对他说 此时要紧的 不是什么刘邦张良 而是要站稳脚跟 曹操问 那如何站稳脚跟呢 巡裕说 先彻底控制东郡 曹操说 哎呀 我早就准备好了 这一集 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 我们讲曹操第十八集 全面接管东郡 敬请收听 越是逆境 越要乐观 曹操 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作者 杜音山 制作 与子如一 主播 张胡子 本书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感谢您的收听